这具外星尸体身穿一件由骨骼打造的黄金盔甲 博士用颤抖的双手小心沿着头部的缝隙慢慢切开 本以为这场手术将极为艰难 却不料下一样 外星人的盔甲竟突然炸开 所有人都瞬间吓得魂不附体 紧接着一股陈年恶臭就扑鼻而来 但博士显然更想见识一下外星人的真身到底是人是故 镇定地划开了内部 伴随着黏膜的掀开 他们终于看清了外星人的庐山针面目 谁知就在震惊之余 外星人的手臂竟突然动了起来 众人瞬间大惊 难道这家伙居然还活着 只见下一秒外星人突然睁开双眼 接着便利用意念袭击了离他最近的博士 实验室瞬间乱作一团 而苏醒的外星人则立马大开杀戒 当者研究人员领了要命的盒饭 结果当总统来到实验室查探解剖镜头 就震惊地发现博士已经被外星人控制了身体 天真的总统还想尝试沟通 没想到外星人竟丝毫不给面子 铁了心的要毁灭人类 随后他也对总统发起了精神攻击 总统瞬间头痛欲裂 差一点就要隐恨西北 一旁的集体开枪击毙了外星人 这才又保住了总统的一条小命 但他也因为和外星人的意念接触 方的入侵计划 原来这帮外星怪物就像蝗虫一样到处侵略星球 每当一个星球的资源枯竭 他们就转战到下一个 眼看一场人类与外星文明的战争在所难免 于是总统果断下达命令 立刻启用核武器进行反击 很快轰炸机便带着核弹来到了外星飞船附近 伴随着总统一声令响 一百万当量的核弹随即瞬间发射 只见到计时结束 核弹精准命中了敌人的飞船 所有人瞬间如释重负 然而他们还没来得及庆祝 侦察员就震惊地发现 外星飞船竟依旧完好无损地悬浮在空中 顿时一股绝望的情绪 让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之中 这下该怎么办 难道人类真的要就此灭亡吗 最强核武的施力 让原本自信的小子暴自弃 疯狂地到处发泄 八十岁的父亲连忙过来劝阻 谁知这是老人无意中的一句话 尽意外让他发现了 人类战胜外星人的方法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Jesus